高雄三民区上可以看到许多大楼 但仔细看这两栋不仅歪斜 仅靠一起甚至还凹陷进去 如果地震的话还是有安全疑虑 点点危险吧 这两栋大楼就位在高雄三民区 九如二路上 原本其中一栋作为商务旅馆 另一栋则是办公大楼 目前都是闲置状态 但大楼歪了还粘在一起 被不少目击民众扑网哭手 但也引发附近民众担忧 因为这情形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发生 势必会影响到的是它的耐震性能 也就是说将来地震来的话 还是会造成危险 只是现阶段大楼本身的年纪 大概只有三十几年 它是位在黄色范围 所以目前看起来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建筑师调出建造等相关资料 这两栋大楼三十年屋龄都还算年轻 排除土壤异化又加上有开挖地下室 地基照理来说相对稳固 大楼仅靠一起掀起话题 附近民众尽管担心 但目前还没有立即危险性 也需要由专家进一步鉴定理清 三地新闻章者卢成员高雄报道 两栋楼顶聊聊聊 其中一栋还是已经卸业的商务旅馆 门口贴了法院公告 是很可惜因为这个点不错 而且其实他们生意也不错 旅馆过去争议不少 三名男子使铁锤敲破落地窗玻璃 童年又遭一群人闯进大厅 拉布条涂鸦写字 三六人 几年前我们还没有拉 隔一年又有黑衣人 跑到旅馆柜台拆电脑主机 搬来两张椅子坐进电梯 一到九楼来回案 这段位在高雄九楼路 一大商务旅馆 曾因兄妹征产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我跟我二哥就是一个人各二分之一 父亲故事留下的一大旅馆 经过官司诉讼 兄妹各持一半产权 之后改名为常客旅馆 身外负责人的哥哥 决定不营业资遣员工 去年四月还被公公局查出 没有营业登记证 遭勒令罚款协业 妹妹控诉哥哥没经过同意 擅自改名向哥哥求证 则驳斥斥 说妹妹一开始同意之后 又翻脸不认 至今旅馆还有九千多万贷款 没还清 最差情况就是让她论为法拍 希望我便宜卖它 但我不希望 我希望的是就恢复原装 但她也不要 看有没有第三人要买 因为她价值绝对超过两亿以上 进行法拍的话 可能后续得到的价格不会很高 船客旅馆临近科公馆 高速公路位置相当好 兄妹对旅馆是否继续经营 没有取得共识 父母亲留下的旅馆财产 先业倒闭 后续等待是否有人愿意开嫁接手 三令熊张哲炉 甄鱼安红属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有数 Нав trout